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Linux超游系统基础的第14讲 那么学习文奖内容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文件管理命令里面的显示文件内容 那么也常用的有Cant,不分屏,More分屏,Pay the tail,是查看前多少行和查看末尾多少行 这样的一些命令 那么可以显示文件内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 那么本讲的主要内容如何在我们的Linux超游系统长进行拷贝和移动的文件和目录 那么拷贝文件目录和移动文件目录用的两个命名叫做CP和MV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P叫Copy的简写是用来拷贝复制文件和目录的 那么它既可以拷贝文件也可以拷贝目录 那么如果是拷贝文件 那么它一般常用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CP加上要拷贝的原文件 然后给出目标文件 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 就是拷贝原文件生成目标文件 可以给出两个名字 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将我们原来的文件拷贝到某一个目录下面去 那么可以加上-i的选项 -i选项是比较常用的 这个-i选项是干什么的呢 -i选项主要是说如果说你的目标文件是已经存在的 它会询问你是否覆盖 如果你没有-i选项 它是不会询问 直接就覆盖了 这个就是拷贝文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拷贝文件 我们还是登录到我们的这个Ubuntu的系统里面去 登录进去以后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命令行 我们还是用这个命令行的模式 命令模式 切换到我们的命令模式去登录 我们还是选用Ctrl加Alt加F2或者是F3吧 我们用F3或者F5或者F6 我们用F3吧 好 然后登录 OK 现在我是在用主目标下边 对吧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好 那么我们如何来拷贝呢 比如说我们要拷贝一个UserInfo 拷贝到当前目标下呢 我就可以不用给路径了 比如说我要拷贝为CPUserInfo 对吧 好 那么它就会拷贝一个出来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你看除了有一个UserInfo还有一个CPUserInfo 对不对 啊 这有一个CPUserInfo 这有一个UserInfo 对吧 文件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文件大小就知道了 对吧 杠L 啊 UserInfo 对不对 两个文件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677 好 那如果我们在拷贝的时候 比如说我UserInfo 我要拷贝到WG.txt 好 那么这个时候WG.txt是有文件的 是有内容的 那么我可以加上杠L I UserInfo WG.txt 那么他就会询问 你是不是要覆盖 如果你不想覆盖 你可以选啊 那就不拷贝 如果你要覆盖你选yes OK 啊 那么WG.txt的内容 也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也是677了 对吧 就把内容文件拷过来了 那如果你要拷贝 这个文件到其他的目录 比如说你可以给绝对率 也可以给相对 比如说你要拷贝到根目录下 对吧 啊 或者是你自己建立的 当前指目录下 对吧 你给个目录 OK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你拷贝过去的WG.txt 有了吧 啊 这就是拷贝文件到指定目录 啊 拷贝文件到指定目录 拷贝文件 好了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来看 那我如果要拷贝目录怎么办 啊 拷贝目录怎么办 拷贝目录我们可以用CP-R 代表拷贝目录 然后给出你要拷贝的原目录和你的目标目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现在想要拷贝 我的目录 我现在这有哪些目录 用我组目录下 我现在这只有一个第25第26对吧 我可以再建一些 第21 第22 第23 对吧 现在目录多了 我可以拷贝 DIR1 DIR2 对吧 DIR1 到DIR2 下面 这个时候DIR1就变成了DIR2的什么 指目录了 比如说我们看 我们可以查一下DIR 看下面就有个DIR1 而当前目录下 那因为我是拷贝 对吧 那我也可以拷贝什么 我也可以拷贝多个目录 比如说 我们 CP-R 我把DIR3 DIR5 拷贝到哪 拷贝到 跟这个 当前目录的DIR6下面 对吧 或者你可以拷贝到其他的目录 比如说跟目录下面的 TMP目录 对吧 那你可以查看一下跟目录下面的 TMP 有没有这两个DIR3 DIR5 有吧 对吧 我一查看这就有嘛 DIR3 DIR5 对不对 那就会显示出来 这就是拷贝目录 拷贝目录 那如果 如果你在这个拷贝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这个 CP 现在我还是在用主部录下 对吧 那我用CP-R DIR2 DIR3 我想要拷贝到什么 或者我要将DIR2 拷贝到 DIR6下面的直部录 因为我们知道DIR6下面是有什么 是有文件 对吧 那DIR5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也没有目录 那DIR2下面是有的 好像 有DIR2下面有DIR1 对吧 那如果我要拷贝DIR23 到DIR2下面的这个DIR1怎么办呢 我就应该给DIR2下面的DIR1 它就会将DIR23这个目录 拷贝到我的DIR2下面的DIR1 这个紫目录里面去 好 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列出DIR2 DIR1 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个DIR23 有吧 OK 就是拷贝 就是拷贝目录 它还拷贝 不仅拷贝一层 对吧 还可以拷贝到下一层去 好移动 移动文件和目录 我们用的是MV这个命令 移动文件 或者目录 并且这个MV呢 还可以作为重命名文件和目录 那它的语法MV加上选项 你如果是 移动文件 那么就是原文件 和你要移动的目标文件 如果你给的是两个文件名 那么它就是可以存在于重命名的问题 如果是移动目录 就是如果你要将文件移动到目录下面 那就是MV文件到目标的目录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先用主目录下面我们有 WG.txt userinfo 对吧 那如果我要MV WG.txt 然后WG1.txt 那么它是干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查看一下 现在WG.txt没了 但是有一个 WG1.txt 就说明它 用MV 原文件 目标文件 它是将文件改名了 对吧 将WG.txt改为了WG.txt 这是我们的 移动 那如果我要移动到目标目录呢 比如说 我们将MV 我们将MV 将WG1.txt移动到我的DI21下面 对吧 我就给出目录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DI21 它一定有一个WG.txt 将某个目录移动到某个目录下作为它的纸目录呢 比如说我要将DI25 移动到DI26下面作为纸目录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可以查看一下DI26下面有没有DI25有吧 然后当前目录查有没有DI25没有了因为我已经移动了对不对 好 那么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MV 这个什么 W 就是我给个文件名 userInfo 然后给个目录 给个另外一个名字 如果这个名字它是一个什么 如果这个名字它是一个文件名 那么它就是根名 对吧 如果它是 如果这个文件是已经存在的文件 我给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根名 如果它这个名字 就是代表是一个目录 那么就是将这个文件移动到指引的目录下边 如果这个这个名字不是不存在的目录 那么它就是对文件进行改名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的MV这个命令 那么 对于拷贝复字文件目录和移动 文件目录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它MV也有-I 它也会怎么样 它也会这个 也会这个问你 是不是要改 比如说你-I User Info 对吧 比如你要放到DR2下面 把它离过去了 MV-I User DR2下面如果有一个呢 如果没有对吧 USInfo 我要变为 OK 比如我们在DR2下面 创建一个 文件 Touch DR2下面有一个User Info OK 那现在我们再来移动一下 UserInfo 移到DR2 下边 已经移到刚才 对吧 没了 没了 那我们再建一个网 看一下 我们把 我们到这个DR2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DR2里面有一个 然后当前目录下 没有了 我们建一个 OK 好 当前目录下有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 MV-I UserInfo 到DR2下面 他就会问你 询问你是否覆盖 就是如果你移动 到了这个指定目录 移动到指定目录下的时候 这个目录下 它已经有那个什么 这个目录下 已经有这个文件 比如DR2下面有 这个UserInfo 然后你再移动过去 它问你是不是覆盖 就会加I 选项 就会问你 询问 如果不加I 它就不询问了 直接移动了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本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 这两个秘密呢 非常重要 大家必须要掌握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 和收看 我们下一条再见 我们下一条再见